这几个花了是把这个饼子给它搞一下子 链鱼汤 今天咱们要去吃一个地儿 这个地儿开了很多年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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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记网友说你们是理工大学的 号称是理工大学的食堂 一炸多钱你这个酒 15 来一炸吧 现在普遍就这么个价格 我先给你养一会儿 你喝口 菜还没上 先喝喝 48块钱的四样鲜哈 哎哟 这个菜一看这个画面你就觉得 你看到艺术品了 嘎啦 虾 鼻鼓 还有这种蘑菇 就这种 这种蘑菇 这种蘑菇肯定是很鲜的那种蘑菇 具体名字我叫不了明白 还有什么麻椒 辣椒 麻辣口味的 捞吃小海鲜的那种味道 还有捞吃小海鲜是凉菜 加上那种捞吃小海鲜的味道之后 我还炒成热菜了 再配合上麻椒辣椒 这个味道很特别 看这个菜很有创意 海鲜捞吃熟做 你这个店离的那个福生路皮革市场不远 这些菜吧从福生路皮革市场出来之后呢 有的进入寻常百姓家的这个 这个厨房 有的进入大酒店了 有的进入这种有创意的厨师的这个厨房了 哎呦我天这个菜厉害26块钱啊 对面小茄子全都是过油的哈 你看这个豆角给你过的 是相当的有食欲啊 这是个甜咸辣的菜 非常适合旧米饭 以前这个啤酒 当时我探店的时候是2块5亿斤 一杯啊 这是半斤的 一斤的 现在叫他们喝脱脱哈 5块一斤了接近 你说他们不讨厌 有点好吃了好喝了 就不知道怎么店下好了 豆瘦好了 我说是吧 同意点赞 传说中的鲜鱼饼子 他把这个鲜鱼吧 做在这个锅里面吧 家常烧红烧那个意思哈 凡是学生喜欢的菜吧 一般都是味道特别油辣甜 这些 最精华的是把这个饼子给你给它搞一下子 饼子里面充分的吸收了鲜鱼汤 满满的卡路里的味道 你还想咱说你的卡路里啊 好久没给这些菜打分了 但是它鱼这个鲜鱼啊 还有它这个海鲜四样 弄就行了 应该是很稳定的菜 这个是多少钱这个 18 18的 26的 48的 36的 15块钱的 漂亮 我这个小店吧 这个门门吧 挺火爆的 价格也不贵 但是吧 你如果多雇 多雇一个人吧 它就不行了 他门口还有一时 来些老邻居打酒什么的 他在里面帮忙配菜吧 他有可能就错过了 在他家做这个菜 整体是油 甜 油甜 辣 辣度对我来说正好 一百四十八啊 看这就是说的实话啊 看到了 盘子底夸完了 那个打包 优优独画